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news台湾频道,现在。 赵丽颖,迪丽热巴新剧《江波》也蛮生长和《安乐传》谁更吸睛。 2022年,已经正式进入四季度了,很多代播剧已经让人望眼欲穿。 网传献礼剧《县伟大院》将定档11月4号,消息刚出,正午阳光官方就出来辟谣,还一下澄清了三部剧,一下又让人失望至极。 还好,现在有消息传来,由赵丽颖,欧豪主演的《野蛮生长》、迪丽热巴和龚俊主演的《安乐传》将定档四季度,又让人兴趣大增。 女性创业为主题的都市商战剧,由赵丽颖和欧豪主演的《野蛮生长》,预计今年11月份播出,由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双星联播,一下让该剧就送入了热剧行列。 这是改编自阿奈所著的小说《不得往生》,是国内首部以女性创业为主题的都市商战剧。 这部剧由赵丽颖和欧豪首次搭档出演,赵丽颖出演女主曲半夏,她果敢的个性以及对市场敏锐的嗅觉,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中披荆斩棘,闯出一片天地,最终收获成功的故事。 这部剧应该是赵丽颖在继幸福到万家之后的再次转型尝试,这种戏路的拓宽,对赵丽颖来说,肯定也是一大帮助。 从释放的预告来看,赵丽颖的一头卷发还是非常吸睛的,半夏有毒已经征服了不少人,你会期待转型后赵丽颖的新剧吗? 古装虐恋剧《安乐传》,这部由央视定性为古装虐恋的电视剧《安乐传》,改编自《星灵》的小说《帝皇叔》,由迪丽热巴和龚俊主演。 这部剧已经取得发行许可证,网传11月份播出,该剧在2021年就已经杀青,现在已经错过了暑期档,相信最迟寒假档我们应该可以看到。 迪丽热巴目前也是最火的女主之一,再加上非常火的男主龚俊,女量男帅,确实也是古装剧中的少有的精品。 该剧主要讲述了《近男安乐》,在大当家任安乐迪丽热巴饰演与太子韩业龚俊饰演之间,虐心又感人的爱情故事。 该剧把迪丽热巴主演的女主任安乐、心怀爱、恨、家国天下复杂女子形象演绎出来,对迪丽热巴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。 从预告来看《安乐传》不仅颜值和服装都非常吸睛,从演员的每个动作都能感受到用心,所以很多人已经看好该剧的大火。 最后总结,赵丽颖和迪丽热巴都是当前最火的女主,现在两人新剧都将定档11月份,既让人兴奋,又让人期待。 如果两剧同时定档,还真是够难为人的,有剧可追啦。